林业吉自然保育署竹博览会花林展区竹间天地 在富里乡农会罗山展授中心旁开幕 以李山竹边动物为主题 系列活动还包括了茶席竹林散步竹域斯巴等 吸引了很多民众前往参加 林业吉自然保育署竹博览会花林展区竹间天地 在富里乡农会罗山展授中心旁边开幕了 以李山竹边动物为主题 系列活动还包括了茶席竹林散步竹域斯巴等等 吸引民众参加 因为富里以前有300公顷的相关的竹林都在经营 而且富里以前是产竹那个产品的一个重症 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样竹博览会 在我们花莲富里应该绝对不能缺席 竹生活市集精选了各种竹产品展示 从生活竹道具 去味竹碗 竹脚踏车 竹炭多肉盆栽 竹扩箱用具等等展现不俗生活品味 所以我们在跟农会合作从108年到现在 在富里山 楼山上面的这些竹林 我们整理了一片 而且整理出所有的竹林步道 甚至发展了竹疗域的相关课程 花莲市唯一在东部的展区 以竹生活为主题 从生产 生活 生态三大面向 呈现竹子的魅力 邀请到三位艺术家刘哲安 陈水南与陈全荣打造 李山竹边动物竹展区 开幕举办竹响宴 将副理特产梅子 建筑笋等入餐 展期到4月7号 每天都有茶席 竹林散步 竹域SPA等等免费体验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